防范武汉肺炎疫情 县政府3月27号发布新的防疫措施 即日起卫生福利部金门医院全面禁止探病 每名住院的病人陪病者以一人为限 并采实名制登记制度 民众如果有探视的需求 可用电话或视讯等其他方式表达关怀 在防疫期间请相亲多加留意和见谅 为了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目前在台湾的病例也逐渐升温 虽然说目前在金门县的部分是凝确的状况 只是我们在县政府希望超前部署 所以我们公告了一个医院陪探病的管理措施 那这个管理措施从109年3月27号开始 那在医院的部分主要是禁止探病 那除了有一些特殊病房 包含加护病房 安宁病房等等 那如果需要探视需经组织医师的一个同意 那在住院的陪病者我们一人为限 那全程在进入医院可能要提供我们健保卡 或者是身份证来配合我们医院的一个查核 那并且在进出入也的相关动线 也要依照医院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那在陪病的过程当中也应全程来佩戴口罩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有违反上述的一个规定 我们会依传染病防治法来处3000到15000之间的一个罚缓 地区目前虽然没有疫情发生 但为了因应疫情可能扩大 县府未已筹谋的超前部署 为保全地区医疗体系和应变照护量能 县府依据传染病防治法 订定金门医院管制探病措施 呼吁县民供体时间 如果就是有自己的亲朋好友住院 那想要去做关心关怀 那我们不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探病 我们可以利用电话或者是用视讯的方式来做探病 其实它会达到一样的效果 那在防疫期间请相亲进行配合 那大家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卫生局表示 这项禁止探病公告 即日起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解除为止 除了加护病房、安宁病房等具有特殊探视需求病房 需要经过组治医师、医疗专业同意之外 其他全面禁止探病